他得了一种怪病 碰到他的人都会突然消失不见 他惊恐地躲在出租屋里 原来少年在学校被富二代同学欺负 爸爸也在富二代家里的公司上班 为了保住工作 父亲让少年忍气通生 但少年心里不甘啊 和父亲大吵起来 妈妈也让他忍气通生 少年委屈得流泪 说我真的办不到 爸爸在前面大骂他混账 少年心里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感激过不了 在一场突出提来的车祸后 家人全部死亡 少年也绝望地搬到了一个叫绿色家园的公寓里面 决定在8月25号看完信息的动画后之杀 然而在小区外面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满天的怪物横行街头 仿佛世界末日一样 当少年看着万人空向的情景 默默地拉上了窗帘 世界末日的到来 让公寓里的人恍恍不可终日 他们抱头痛苦 但总有一些人为了保护他们 在不断努力着 有眼镜 有剑圣 还有这个绝望的少年 与此同时 韩国军方也发布了一条紧急快讯 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 很多市民变异为不明生物 推测可能与人类的欲望有关 如果出现流鼻血 昏厥 幻觉等症状者 请将其隔离 变异后的不明生物 有卓越的恢复及重生能力 而在变异之前是杀死他们的黄金尺尖 请新存者务必活下来 等待救援 当少年发现自己流鼻血的时候 他在网上搜索的答案 上面说这是一种神秘的诅咒 当诅咒来临时 人们会变异成怪物 如果变异 就趁早自杀 这是人类无法战胜的 但如果你决心要活到最后 有件事你一定要知道 那就是断网的 自杀前一定不要看手机 因为你会被吓尿 吓尿你的不是手机 而是外面的大家伙 少年提醒男人快躲看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出去为孩子找食物的男人 已经被怪物杀死了 少年也惊恐地关上窗户 传说在墙角 这次怪物把目标转向了屋内的小孩 姐姐大喊救命 突然一个电视从天而降 砸在了大家伙的头上 少年听到孩子的呼救声 内心的良知和勇气终于被唤醒 大家伙被吸引上来 找到少年 有四十米长的大脖子 死死地缠住他 这下弱小的少年死定了 诶 没想到的是 大家伙的脖子突然断了 少年精魂未定地走向窗边查看 原来是隔壁的大叔救了他 大叔通过千里传音问他 你想救孩子吗 想救的话就悄悄地过来 少年终于补给了勇气 迈出了房门 大叔好奇地看着眼睛 这个穿情绿袜的男生 少年问他 要怎么才能救孩子 大叔说当然是你去了 难不成让我去 随后大叔帮他改造了武器 一把暴击率百分之五十的电刀 然后少年拿着这把上古神兵 就出发了 在救人的途中 还遇到了厅力极好 但是看不见东西的怪 即使的少年又噪音扰了怪物的听力 趁怪物不注意 把他电晕了 当少年找到孩子们的时候 姐弟俩请求少年救救他们的爸爸 少年告诉他们 没有人能从十二楼摔下去还能活着 虽然很残酷 但少年还是告诉了孩子真相 接着他安慰两个孩子 别担心 哥哥会保护你们的 我们现在去十四楼 那里有食物 当他们返回的途中 少年突然流鼻血了 孩子们问他 你没事吧 哥哥 少年知道自己快要变异了 猛的关上房门 让孩子们快走 少年看到眼前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消失掉 在这里他遇到了变异后的自己 黑话后的他告诉他 你只要变成我 就可以让你讨厌的人全部消失 还能做出更惊人的事情 突然 一个鸡肉怪把人推倒 少年被压到了门下 怪物高兴地喊着蛋白质 姐弟让弟弟快走 他想把这个哥哥也救出来 那颗力气太小 当鸡肉怪踩着他的身体 要抓住孩子们的时候 黑话后的他仍然抱住鸡肉怪的腿 让孩子们快走 姐弟俩也赶忙朝楼上逃走 随后少年被怪物一脚踢向墙壁 怪物一拳一拳地砸在少年的身上 这下少年是插刺难飞了 就当怪物要给少年致命一击的时候 姐弟突然从鸡肉怪的背后捕刀 帮球女也赶忙去救少年 他俩趁鸡肉怪没有恢复之前 赶忙把少年救走 当帮球女发现少年是快要变异的怪物时 提议要杀死少年 而少年这时也请求他们去救孩子们 这是少年第一次求人帮助 为了完成他要保护孩子的承诺 这是恢复体力的鸡肉怪也追上了姐弟俩 惊恐的姐弟俩大叫起来 尖叫声引来了听力怪 听力怪的触手朝声音的方向攻击 幸好触手插中的是后面追赶的鸡肉怪 趁着两个怪物互殴的间隙 他们继续朝楼上逃跑 当他们跑到15楼的时候 姐姐叫门寻求帮助 而楼层里并没有人开门 鸡肉怪也追了上 看着步步紧逼的怪物 姐姐紧紧地搂着他 绝望地捂住了弟弟的眼睛 然后怪物就要抓住他们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推着宝宝的阿姨 挡住了怪物的去路 当怪物踩下宝宝的时候 阿姨声势力竭地大喊起来 他挡在怪物和孩子们的中间 这个弱小的人类选择反抗 而怪物一拳就把阿姨打倒了 这次少年他们也赶来了 那孩子赶快过来 当怪物转身要追他们的时候 阿姨突然从后面抓住怪物 或许是出于母爱的力量 阿姨也变异了 这次健身也上去帮忙 少年只要带着孩子逃离 少年告诉他们到1408大叔家会合 阿姨也被鸡肉怪打败了 这次健身让棒球女快走 还有单挑鸡肉怪 还有单挑鸡肉怪